我真的很难理解 在北方吃挂面真的很丢人吗 有山西网友说 在山西方便面的地位都比挂面要高 宁愿饿一顿也不吃挂面 但很多南方网友就问了 那吃面条不吃挂面你吃啥呢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21年火锅的挂面总产量为711万多 其中有三分之一都来自农业大省河南 剩下的生产商大部分也都集中在北方 但奇怪的是 从挂面的销售区域来看 华东和华中地区是主要的消费来源 而最爱吃面条的华北地区反而销量不高 那按这个数据来看 北方人不爱吃挂面的说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很多北方网友表示挂面不入味而且不筋道 如果不常吃面条的话那还真理解不了 因为挂面的生产流程 就是把面粉揉成条然后悬挂吹干 这样做呢可以方便保存 在方便面出现之前挂面就是咱们自己的快捷食 但问题呢也就出现在这里 在北方尤其是山西陕西那一块 对面条的要求非常高 他们吃的是面本身的香气和嚼劲的口感 而南方吃面的就比较随意 主要吃的是菜马和酱料 至于面条只要不要太难吃那就没啥问题 所以很多北方网友非常震惊 说南方开面馆还能煮挂面 这就相当于啊 广东网友看到凉茶店卖某老吉 那确实是有点离谱的 但其实呢挂面是不是真的那么难吃 我一个南方人也没有发言权 但很多北方家庭不吃挂面就一个人一真没必要 很多北方妈妈哪怕服役不惊 但是做面条那是基本操作 一顿香喷喷的手擀面 是北方小朋友必有的童年回忆 在这种情况下 吃挂面那不仅仅是放弃了味道 更是看不起妈妈的手艺 更多有趣知识 关注科技周周讲故事